他連我叫風炸北京都講出來了 拜登一定會比跟川普極狠 如果這個解放軍佔領台灣的話 他認為在一到兩天之內 台灣失守 換言之講 絕對不能讓解放軍佔領台灣 讓他上不了岸 他登陸成功 美軍完全沒有能力介入這個空間 美軍現在的想法上就是說 維持極大的威嚇的力量 然後耐心的等待 然後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台政崩潰 吳道 你曾經講過說 現在美中之間 美中台之間 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而這個現在進行式 會隨著越接近美國總統大選 你說現在拜登跟川普 兩個人都會直接用力的踩油門 而且兩個人都會對中國 施予最大的壓力 沒有想到 今天川普居然講說 你敢敢侵犯台灣 他連我要轟炸北京都講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預料到 再過一個禮拜 或是兩三天 拜登會講什麼怪話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拜登一定會跟川普比狠 然後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權 他有力量展現出來 比較夠力或比較勇敢的地方 但是在這次的美國大選當中 這個台灣的議題絕對是美中之間的爭執的重中之重 有這麼重要嗎 這個當然太重要了 美國人就問一個問題了 那如果要打台灣的話 他們一定要出手 那如何來避免這個事情 或是如何戰勝 如何勝利中共 那個方法是什麼方法 他們普遍 我最近看到一個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個 那個FOX新聞的一個很重要的採訪 這個軍事專家怎麼講呢 他說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中國的財政崩潰 這個有意思啊 這個很精準的講法 所以你不要出手 你要用極大的威嚇力 Deterrence來嚇他 就是阻嚇他的 阻嚇中國動手 然後耐心等待 然後中國的財政自然會崩潰掉 他會崩潰嗎 那目前情況很困難啊 看中國的財政已經進入 所謂的中等階級陷阱 然後他整個國家 現在產量過剩嘛 那產量過剩 他目前來講的話 他的國進民退的這個政策 來講的話 面臨到極大的挑戰嘛 你看他目前來講的話 習近平已經在最近7月份 要展開所謂的三中全會嘛 那三中全會的時候 主題是什麼 就是救財政嘛 換言之講 救財政跟維繫習近平政權 這兩件事情 是互為因果的一個重要性 那過去沒有那麼重要 過去毛澤東在搞文化革命的時候 哪裡管財政啊 二死三百萬人無所謂 那習近平面臨到是財政的挑戰 這是過去的共產黨的政權 沒有碰到過的一個困難 所以美國人的建議是這個建議 然後他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他真的佔領台灣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會怎樣 如果這個解放軍佔領台灣的話 他認為在一到兩天之內 台灣失守 給他佔領的話 佔領啊 先講清楚 換言之講 絕對不能讓解放軍佔領台灣 一定要在不對稱的戰術上面 能夠要能夠 你說讓他上不了岸 讓他上不了岸 讓他上岸的時候 這個仗就不要打了 所以不是所謂那些 前面那些人講的那些 什麼要打項戰啊 輸死戰 街頭打仗那個算了 那個不要搞了 所以不能讓他登陸 他登陸成功 美軍沒有 完全沒有能力介入這個空間 所以現在我們把這幾個 累積起來看的話 最理想美軍現在的想法上就是說 維持極大的威嚇的力量 然後耐心的等待 然後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財政崩潰 你知道 按照吳董剛剛講的 現在美國打的最大的如意算盤 是等中國的經濟崩潰 中國真的有可能崩潰嗎 而且剛才吳董不是講到嗎 事實上這一次的三中權位裡面 習近平已經定調 他最終應該就是跟經濟相關 那過去習近平很少講這個 你知道過去經濟是誰負責 是總理負責喔 所以他現在不是讓這個李強負責 是他自己要來喔 所以那可見這個問題來說的話 多嚴重 他自己也意識到了 所以那是李強扛不住的 扛不住 你根本沒辦法處理 由我習近平親自來部署了 好 那當然對中國來說 最近有兩個消息 可能讓大家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第一個是 我們中國的第一大的財富管理 宗旨已經掛掉了 現在第三大 他叫做海銀財富 海銀財富它是第三大喔 他目前為止來說 管理約莫有465支的理財商品 就約莫是大概 他的規模是700億人民幣 折合新來幣是3200億 結果現在這些呢 完全錢都不見了 錢不見了 而且現在被爆出什麼呢 你這465支理財商品 沒有一支是合法的 你是第三大的財富管理公司 你現在3200億的血汗錢 就這樣子憑空消失了 而且你當初根本是理財商品 都沒有爭過合法的申請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現在等於是 這一次習近平他就有說了 他說監管那些單位的時候 要拿出什麼 爪牙出來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是真的非常大 連中國第三大的財富公司 都會出現這樣 他會有金融風暴嗎 目前為止來說 如果越來越多這樣的情形來說 恐怕對中國的金融體系影響非常大 因為他們這種理財商品 大部分都是投資 所謂的這個所謂 包括房地產 所以現在房地產還沒有起來嘛 好 那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最近來中國有一個這個 這個資產是277億台幣 所謂的公司 他員工也有上千人 就沒有員工 電子公司 他要去工作的時候 沒想到 不好意思啊 今天已經不用工作了 你不是說 沒有工作 不是叫你回去吃自己 沒有 我們公司已經倒閉了 因為老闆不知去向 然後錢都不見了 公司倒閉 就倒閉 就瞬間就倒閉 他不是小公司 那不是小公司 他277億的這個資產 你知道事實上這個 這個對他們來講的話 只不會浮現這樣的狀況 你看公告就直接說 由於進行公司 正來做相關的梳理工作 所有員工無必要 不要進入公司的園區 謝謝大家的配合 事實上 就是叫你不用來了 所以這家公司叫集慕科技 對 集慕科技底下有10多家的子公司 對 卻一夕之間 老闆跑路了 對 他就是這樣 他們就說 到那個老闆他們家的 他們的別墅去 因為他們想說老闆的別墅 我知道他的家在哪裡 結果被想說 他家已經搬空空了 不只搬空空 上面只有一張這個A4的紙 還有一個這個隨身碟 然後這個紙上就說 我因為無法投資 這個付這個投資人的錢 62億 所以我之後 落跑 浪槓 就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就只有這個公司 你要去上班的時候 就貼入這樣一個公告 所以告訴你說 事實上中國目前為止來說 他的經濟 恐怕還在一個震盪打底的可能性 你說他要回升嗎 我覺得難度是相當相當大 在中美大對抗的時候 你就特別強調說 這是一個供應鏈的分隔 供應鏈的分隔很重要的是 你要站在哪一邊 現在這過去八年 台灣真的騰龍換掉 剛剛講的 美國白宮對中國施餘 這麼大的一個關稅制裁 這個制裁剛剛講的 我的電動車一下到了100 我的半導體 我的太陽能都到了50% 從未有的高關稅 結果台灣不跌反賞 真的台灣已經完全改變了嗎 不過你更要找來看的話 當年郭台銘他們到西進的時候 怎麼會那麼多的億萬富翁跑出來 所以關鍵的是所在 就是我們台灣在40年前就是一個 所謂的加工產業的一個小國 那所以加工產業的小國怎麼辦呢 就跟著大國走 跟著電單走 所以台商大量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是因為美商叫我們去的 那2017年開始 川普開始大量制裁 大量制裁 大量的tariff 關稅制裁之後 那這些台商去哪裡了 包括成功的大陸的商人 全部開始轉向東南亞 所以船產沒有回到台灣來 跑了 通通跑掉 所以大量的傳統產業 這個外移到了東南亞的國家 到東南亞的國家 越南就得到非常大的人工紅利 就是在中國大陸就變成什麼 中國大陸出現大量的產業過剩 真正的故事是這樣發生 從大結構看就這樣發生 那台灣在當時做什麼事呢 台灣當時做了一個非常大型的 非常全面性的產業轉移的工作 就是我們現在以台積電 以半導體 以高端電子產業為主的 那完全跟這個 跟這個概念無關 對 就因為就變成一個東方產業 跟西方產業的鬥爭的開始 對 我們選擇了 台灣本身的產業 選擇了跟美國走 對 那我們的這個 在東南亞的產業也跟著美國走 那所以中國大陸 其實它的產業過剩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出走 還有第二個 它本身的內區市場沒有創造出來 所以才變成今天它的窘境 對 那產業過剩變成中國大陸的現況 那台灣的產業成功轉型 變成台灣的現況 所以這時候來講的話 大家沒什麼台灣萬談了 現況就是如此 而且未來會越去越的 距離會越來越的拉得越大 那中國產業怎麼脫困 雖然目前是全世界關心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拜登一招下去了 拜登這個下去的結果 是不是造成了為數不多的 在中國仍然投資的一些的外資 會這樣大量還是繼續移轉 因為這個還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你一定武力可對 電動車刻到百分之百了 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你的新興產業封殺掉 因為新興產業是拜登的經濟政策的主軸 就是我剛剛講的半導體 新能源包括電池等等 醫療產業 所以汽車產業是他拜登的 下一代的產業的主要要投資項目 但是在這個項目來講的話 剛剛好是中國的產業過剩 而且有居有全世界優勢的產品 比如說電池來講的話 所以他主要來講 電動車從25%加到100% 電池相關是從7.5%增加到25% 太陽能電池從25%加到50% 半導體從25%加到50% 醫療設備剛剛講 從7.5%一下增加到25% 剛剛講起重機 起重機本來比較低到從0 現在居然增加到25% 這些都是中國產能過剩 要往外面移的 現在拜登全部用高關稅 要把你擋下來 但真正的關鍵東西就是電動車跟電池跟太陽能 這三項來看的話 太陽能部分光伏產品 中國大陸已經佔有 全世界的市場佔有率 大概已經近9成的左右 所以你擋不住它了 全世界最便宜的 它是你十分之一的價格 不管怎麼講 這個你放棄 擋不住了 中國大陸市場 第二個電池 它現在電池方面 它佔有全世界的70%的電池 佔有70%的市場 這70%的市場它現在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它要做什麼工作 它制定新的高質量的電池的規格 所以它在國內它自己的電池工廠 做一個泰幻的一個品質提升的工作 這時候它的電池會在世界第一名 好那現在這些 中國大陸現在知道已經被美國封殺 怎麼辦呢 它怎麼辦 它到了匈牙利去了 它到了墨西哥去了 它到了泰國去了 那我請問你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美國能不能夠持續封鎖 這些所謂的歐盟的國家 不能嘛 它自己的關稅保護 零關稅的這種 墨西哥 對 墨西哥這種國家 它不可能啊 所以會有新的挑戰開始 因為全球一體化的形勢已經開始了 中國有它很多的優勢 但中國優勢是不是能夠長期保存 那半導體是不是長期能夠落後 這些都是我們在考量的未定之天 台灣管不到那麼多事情 可是台灣的半導體 可以影響全世界最少還有5到57年的時間 我們的優勢還繼續 92%的先進半導體 全部在台灣生產 對 這個台灣的優勢嘛 所以你今天中國大陸 除了要統一台灣 除了軍事戰力以外 你別的沒有辦法拿到這個半導體 所以因此中國大陸唯一的選項 講不客氣一點 你只有對台灣稍微理喻一點 大家客客氣氣 少吵架 多做一些好事情 少鬧事 這個少飛機 少飛來飛去 少去罵劉寶傑這種人 對不對 這種東西大家和和氣氣 還有對中國大陸有一點利益 你每天跟我們台灣吵架 結果是倒楣是誰呢 倒楣是你中國要拿到的半導體 永遠拿不到 之前川普曾經針對中國的電動車 放出消息說 他要磕增60%的關稅 那已經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天文數字 沒有想到拜登這兩天 他的正義也放出了消息 針對中國的電動車 他磕增的關稅更可怕 他要磕增100%以上 現在兩個人到底只是針對中國 他在玩一個弱雞遊戲 兩個人要表現 誰對中國最強硬 還是說 中國現在這個產能的海嘯 已經讓美國感覺到非常的害怕 我們知道現在不但是美國 現在連歐盟也不斷地強調說 現在你中國的產能 你現在這些過剩的產能 你不要把它移到全世界 你這些過剩的產能 移到了全世界 那是一個可怕的海嘯 會造成全世界的經濟危機 但你現在看到了 中國沒有想到 他現在中國已經確定破冠破摔 中國現在已經想定了 用一切的方法 將它的鋼鐵太陽能 所有的電動車電池 傾銷到全世界 而中國這樣的一個動作 真的會帶來天下大亂 中國這個動作 真的會讓中國跟美國的關係 越來越緊張嗎 拜登這兩天 放出來消息說 針對中國的電動車 他要苛增100%的關稅 那當然 川普馬上加碼說 我要過過200 那本來以為說 他們兩個在義氣之爭 兩個人在玩一個 tricken game的遊戲 可是你說不是 你說現在台灣要關注的 或是全世界要關注的是 這是中美大戰的開始 中美大戰的序幕 因為現在中國 要把它過剩的產能 傾銷到全世界 你必須要把這個提防 把這個高牆給組起來 當你提到100的時候 就知道現在美國有多緊張了 沒錯 這個禮拜來說的話 拜登可能會宣布 對中國的電動車 磕102.5%的這個關稅 大家想說 那你這個動作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跟美國 接下來會有更慘烈的一波 經濟的大廝殺 經濟大廝殺 為什麼這樣說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川普說會不會磕60% 結果大家說 你怎麼可能會磕60% 這個太誇張 就拜登102 拜登102之後 川普就說 我要200 大家想說你們兩個是在什麼 他們開玩笑嗎 你們是小孩子嗎 沒有 他們講的是非常認真 而且非常嚴肅的 所以你說 100跟200是算過的 為什麼算過 寶杰我跟他講 為什麼我說這是一趟 經濟的這個大廝殺戰要開始 美國現在是不是透過所謂 科技封鎖 我封你的AI 封你的半導體 我讓你這個兩個產業 沒辦法發展 中國會痛啊 可是他沒辦法反擊啊 可是他現在找到一個 反擊你的方法 什麼反擊點 寶杰你有沒有注意到 耶倫到美國 耶倫到中國去 布林肯到中國去 蕭治到中國去 都不約而同講了一件事 你不要再把你的電動車 往外輸出了 你不要讓我請銷了 你們這樣會讓我們很痛很痛 欸 結果中國就知道 你們怕這個 好 那我就破冠破摔 你說不要 我就偏偏這樣做 所以你怎麼怕我怎麼來 對好 那這樣 他現在輸出三個東西 第一個我把電動車往外輸 太陽能往外輸 這個所謂我們的 這個電子往外輸 我打擊你這三個產業啊 我現在低價行銷的結果 寶杰為什麼他們要 磕到200 磕到100 因為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過三五年之後 這幾個產業都會被中國打垮 就擋不住 所以他們才要這樣做 所以我說他們說的都是真的 我覺得川普上台 他可能真的會磕200 所以說中國現在要對 全世界的汽車產業 對 進行一場殲滅戰 對 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個 寶姐 你看中國已經很慘了 你看他有停止在中國 生產這個電動車的擴張 沒有 繼續擴張 泰國也擴張 墨西哥我也擴張 他們這幾天的時候 有沒有 事實上這個習近平 到歐洲去訪問的時候 其實我最重視的是他在匈牙利 我怎麼在匈牙利 因為匈牙利可以進去歐洲市場 對 他在這裡面 寧德時代說我要投資這個73億歐元 我要做電池 你說不要 我就偏偏在這邊做 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 他們的所謂的比亞迪 也在這個地方要設造車廠 你說不來我就來 你說不來我就來 你說這個東西重要在全世界都已經告訴你 你不要再搞了 你不要再生產了 你不要再外銷了 你已經把這個全世界的市場 跟架構都已經打亂了 對 結果沒有想到 他不但沒有停止 還跑去匈牙利 那你說他只有去匈牙利嗎 他墨西哥 泰國都去了 德國說你不要了 結果他還繼續這樣生產 所以就告訴你 他現在武器很簡單 你美國封我的高科技 沒關係 我就用產能淹沒你 所以我才說接下來是 兩邊的大對決才政治要展開 可是那個產能的外銷有這麼可怕嗎 而且當然非常可怕 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川普他這天有 剛好有一個大招式的晚會 大招式晚會有10萬人在那個地方 就像10萬人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知道什麼時候 講的大家最開心嗎 就是說 川普就說我準備要在這個 針對中國在墨西哥的生產的車輛 200的關稅的時候 在墨西哥生產的 大家要嗨成一片啊 所以顯見 這個議題來說 在這次的中國大選裡面 已經開始慢慢的 發酵之中了 所以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 他現在的所有的 國內全部通縮 他現在的基礎建設 他現在所有的房地產 全部停滯 停滯了以後 本來他的這個所謂的鋼鐵 60%以上是做我國內的基建 跟做我國內的房地產 對 如果這麼多停了 我生產這麼多的鋼鐵 我怎麼辦 我生產這麼多的鋼鐵 我就外銷 或者這麼多的鋼鐵 我便宜賣給新資產 然後這個就變成 一個恐怖的海嘯了 沒錯 原來他發現到說 我的強大製造力 也變成是我一個武器 往外輸出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你看 太陽能面板 這一次傳言 這個拜登也會對這個磕 那為什麼要磕 你看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價格 約莫是只有這個 美國的九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這個天然的價格 你這個 我不是說嗎 中國都還拿這個 來當圍禮 因為太便宜了 所以這麼便宜 你說美國怎麼擋得住 你說中國的太陽能板 只有美國生產的九分之一價格 好 我再磕一倍好不好 那還是我的四分之一 所以說對美國來形成非常大的壓力 好那除了這個 鋼鐵也是一樣 事實上之前 美國已經對鋼鐵跟鋁 已經刻過關稅 問題是他的價格 還是很便宜 他現在 他輸出到海外去了 比美國生產的便宜一半以上 還便宜 對啊那你怎麼辦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啊 電動汽車 電動車來說也是一樣 電動車來說我就講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想辦法 不斷往外輸出 他們的價格 還是比你便宜非常非常多 他們的電動車譬如說比亞迪的一款電動車 才2.4萬 約莫是77萬 然後搶進這個巴西 結果面前跟這個特斯拉對打 特斯拉對打 特斯拉一台要多少 要五六萬 所以等下他價格比你便宜這個 2.4萬一半啊 所以你就到市場 為什麼在全世界都掀起一個風浪 甚至這個比亞迪在這今天放話 他說我在2030年我要成為歐洲最大的車廠 我要贏過福斯 我要贏過史特蘭迪斯 我要贏過特斯拉 比亞迪都敢這樣講 顯然他有相當大的底氣啊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現在要搶進了所謂的 中南美洲市場的時候 他說他推一款 油電混合車 油電混合只要35萬台幣 所以我就跟你講嘛 而且人家說 他們這個電動車就是很爛 沒有啦 他們現在也跟你說 我可以高大上 譬如說你看 這個比亞迪這個車來說 他說什麼 我有代客趴車 你只要按一個腱肉 我就可以自己去趴車 你就不用擔心 他就自己去趴車的一個狀況 你想 如果真的有這個技術來說的話 真的還蠻受大家的喜愛啊 那這個價格來說 他就自己進到停車上 自己去找位置 自己去停車 智能的這個停車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那這個技術來說 國外也只有賓師能夠做到 他們如果真的能做到 也還不錯啊 另外我就講 他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價格真的非常便宜 保證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是中國的最便宜的電動車 叫武林紅光 他的電動車這樣子的狀況 他一台多少錢 多少錢 16萬 16萬 好如果你假設這台車輸到美國去 30萬 你加科百分之百吧 等一下 你說這台車才16萬 16萬啊 你看就是這樣的車啊 16萬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中國已經殺到什麼人 他們已經殺到完全不知道是 殺紅眼 中國有一家汽車叫支鬥汽車 支鬥汽車人家 原本他推出的車 他推出的車也是中小型的 就現在公司已經倒閉了 他已經倒閉了 倒閉了中國就說不行 因為你倒閉的時候 你工人沒有工作 那怎麼辦 我們中國再把它救起來 救起來之後呢 結果他現在輸出了更便宜的車子 他現在輸出一台車 叫14萬的車子 然後他還有更低的這個 更低的價格 還有12萬的車子 因為你補貼之後可以到12萬 所以你已經夠便宜了 就這台車 對 沒錯 中國還補貼 12萬到14萬之間 他原本已經破產了 破產的時候中國都不行 我們要讓你活過了 活過的時候 他用更便宜的價格出來 所以打不死 原本你以為他要死了 沒有 他重新整裝之後 又用更便宜的姿態出現 不是 而且他現在可怕的 就是剛剛講 你現在電動車的零件 只有過去油車的 四個數字的一半 甚至有的只有到三分之一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油車 我的油電混合車 根本不是你的對手了 所以我們就知道 事實上這個目前為止 電動車組裝相對比較容易 所以為什麼中國在電動車 他會能夠贏過來 因為中國在組裝上面 這個存起來 我們一台一般的車子來說 大概要3萬個零件 就是目前的燃油車 但是在電動車大概原本是有2萬 所以少了非常多 我組裝上面比較容易 然後這個電動車裡面 又沒有所謂燃油機啊 那些東西 我過去不會設計的 現在你要拼電池 我第一啊 你要拼這個電控設備 我也贏你啊 你要拼這個所謂的電池組裝 我也贏你啊 所以他就變成說 為什麼他的電動車 能夠完全翻身 重要原因在這邊 而且現在電動車 已經變成中國的浮沫了 你看以目前為止 中國今年前三月 他的出口是下滑的 但是他裡面的電動車 在內的這個汽車出口 增了20% 那他整體出口是下滑的 但是你看電動車增加20% 所以你知道電動車 已經變成是他的浮沫啊 所以中國就拿這個拼了 對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現在對這個 美國來說壓力多大 你看以特斯拉 特斯拉說他要開一款 這個售價在2.5萬美金 左右的這個價格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你這個價格這個太便宜 你這樣殺過來的時候 我還得了 我就會被你殺得非常慘 所以伊羅馬這個之前 為什麼他現在股價會上漲 他說我已經認了 我願意去進到了便宜車的市場 我跟他講一個數字 這個中國有公布一個數字 就是他們的這個BRD 有一款叫做海豹系列的車子 你知道他在中國 中國的境內來說 賣一台車 大家可以賺4萬台幣 4萬7千塊台幣 可是你知道賣到歐洲的時候 他價格因為可以翻身 翻身之後你看 他可以賣到 他元末可以賺49萬 賺10倍 對 所以你說 你這個科關稅 我還是可以賺更多 所以他們在 因為中國是殺價 殺的最慘的 我反而外銷會賺的比較多 但是我外銷出去的時候 我賣的都給你更便宜 所以我才這樣子 而且我就講 除了他們是外銷之一個原因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他們目前產能真的太嚴重的過剩 與他的那個 國內市場太低迷了 你看五一長價的時候 他們住房的比例來說 暴跌非常多 那包括說你看 現在深圳的房地產的所有價格 全部都在跌 你看 隨便一個劍難都跌六成 跌四成 跌四成五 四成四成 比比皆是 所以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鋼鐵很多東西 都是要靠這個所謂住房 住房 弄不出來怎麼辦 就把它弄成是電動車 因為鋼鐵不能夠停 鋼鐵做出來之後 就直接往電動車往外輸出 電動車輸出之後 又把美國打得非常慘 所以講中國現在就覺得說 那這原來是我的武器 我就用龐大的產能地獄 把你們一起拖下地獄 不是 你之前去評估習近平個性的時候 他有個個性就是 狹陸相逢勇者勝 最近我們看到了 葉倫也跑到了中國 我們看到了 布林肯也跑到了中國 甚至他跑去發國的時候 當著馮德蘭也跑去跟他講說 你現在中國的產能過剩 你現在這樣請教到全世界 會造成全世界的麻煩 我們要制裁你 我們要抵制你 一般來講的話 那我開始就說了吧 就沒有想你說 現在習近平破冠破摔 你說你們擔心我的產能過剩 你擔心我的電動車往國外來請銷 他就開始拚命請銷了 不是 再講簡單一個定義好了 他把這個產能過剩的事實 轉變成一個攻擊性的武器 什麼攻擊性武器 他請銷全世界就打你 這是我的經濟問題 變成你的經濟問題 我過剩以後我就變成低價賣給你 兩個問題 一個是過剩 一個是國家補貼 現在全世界都關注這兩件事情 不能發生 他就跟你這樣硬幹 然後再來一個 他第三個 他選到了匈牙利 他除了匈牙利不得了 匈牙利本身有很大量的鋰礦 匈牙利有鋰礦 匈牙利有鋰礦 他把零德時代在匈牙利投資 目前初步估計 跟這個有關的這個產業 100億美金 90幾億美金 要投資生產 匈牙利高不高興 高興 高興死了 匈牙利的產業本身不強 突然間莫名其妙 中國產業全部進來 你叫我不要再生產了 我跑到你家生產了 然後他馬上在跟匈牙利總統講一個概念 他把中國跟匈牙利之間的交通問題解決掉 要快速的運輸 然後到歐洲 你怎麼看他搞 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就變成說 在中亞利的車能不能夠外銷到美國 可以啊 歐盟車啊 你怎麼擋人擋不了他嘛 所以歐盟車 所以他我要再強調一點 他把你所謂的我產能過剩的這個事實 變成攻擊你這個美國的工具 變成一個變成兵工廠化 所以說葉倫不跑到中國也就好了 布林肯不講也就算了 現在準備恢復鐵鏽車的汽車地位 現在還有機會嗎 沒有啦 一下子沒有機會 把你打掛掉嘛 這是整個概念 但你知道這裡面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在哪 你知道吧 他怎麼會突然間決定這個事情 是為了國際問題嗎 不是的 因為中共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它叫做獨裁國家對不對 它是一個極權國家 那極權國家的政治基礎在哪裡呢 在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對不對 要壓制什麼 壓制民營企業嘛 那這個概念就變成民營企業要放鬆囉 所以你知道今天這個打仗 全面作戰的這個經濟策略 就會造成馬雲啊 這些過去打壓的這些民營企業 要放了 會開始解放了 那解放出來的那個能力呢 但相對的就是政治跟自由民主這個東西 它會把民主自由的部分 同步的也解放 所以中國有一定程度在為了要救經濟 它會把政治的經濟抓人迫害這個東西 它會開始放寬 因為有一個人叫做國安部部長 他寫了一篇的文章 在他的官網上面寫要有一個 新的一個 要有一個新的打壓的計劃 那個文章弄了一個禮拜被拿下來了 他有心無反運動 自己寫的 陳一新寫的一個東西 對 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 對 表示一個政策 我要準備要壓迫人民啊 這個壓迫人民突然間沒有了 為什麼 他要救經濟 他習近平為了要救經濟 跟全球跟全世界打一個經濟的大戰 經濟大戰的情況之下 他知道靠國營企業不靈光 要靠什麼 靠民營 靠民營 他當給民營企業機會的時候 他必須要放鬆 手要放鬆 手要放鬆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政治上的轉變 這個轉變會影響到台灣 所以他對台灣會有一段時間的 不會打壓台灣的蜜月期 他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為了要經濟 所以他對台灣來講話 會給我們客氣一點 我們常常講 你有你的陽關機 我有我的過橋梯 現在美國是用的嗎 我用科技的封鎖 然後拉幫結派封鎖中國 你說中國現在就真的 像吳東所說的 你越怕我產能輸出 你越怕我向全世界傾銷 我就知道你的痛腳 那中國現在也不怕全世界來制裁我 他真的這樣硬幹了 對啊 為什麼美國政治人物都在告訴 警告中國說 你的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 奇怪 中國人想說我產能過剩關你什麼事 我就是製造成本低啊 我就大量的賣到國際社會去啊 結果沒想到 這個變成中國一個 對付美國的一個工具 你知道嗎 真的是嗎 是啊 因為美國來講的話 他就是限制中國的 未來的高科技的產業對不對 那我中國就從低端的部分下手 怎麼講 把你整個基礎 把你整個工業來講全部搞爛嘛 他其實在告訴拜登跟川普一件事情 我今天習近平不是在怕你 我今天為什麼要到歐洲去 我今天去做這件事情 我今天拉幫結派 我也是拉了俄羅斯 我也是拉了這個匈牙利 塞爾維亞這些國家 目的就是在告訴你 我說我轉一個另外一個方向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 在講什麼 講什麼 不要彎道超車 他們要換個賽車場 他們要換另外一個賽車場 跟美國來比賽 因為你玩你的 我來玩我的 也就是說分道揚鑣 兩邊的世界是不一樣的 那這時候 他們不想跟美國叫做彎道超車 因為沒意義了 因為你掌控了所有高科技業嘛 對不對 但是你掌控高科技業 我就不給你玩這個東西 我就跟你玩基礎的工業 基礎工業是什麼 就是這樣電動車 大量生產 然後把你這個所有的產業擠垮 擠垮之後呢 我再來收散 因為它總體經濟真的拉不起來 國內消費拉不起來 國內太慘了嗎 外資大逃 然後政府的這種所謂的 我們講鐵工機 它已經到了一個極限 它也無法再做下去 所以為什麼 這個總體經濟學 什麼Y等於C加I加G有沒有 那種概念來講的話 中國現在完全玩不通 玩不通的情況之下 它只好另辟蹊進 另外做一個東西 來跟美國對這個鬥爭 市長 你今天特別告訴我們的 這一張表 非常的重要 這個是中國廣義貨幣 由於你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裡面 有它的M2 M2的餘額裡面 剛剛講在1956年的時候 它是175億 到了2013年的時候 它突然爆增 第一次整個中國 它的M2餘額衝破了100兆 到了2000年 過了7年之後 變成200兆 到了2024年 三變的時候 變成300兆 對 也就是會有300兆的資金的金額 在這個市場上流通 可是怪的是 2020年到2024年 是它經濟往下滑的時候 對 現在這個時候開始進行通縮 這個時候剛剛講的 它很多東西是賣不出去 它的消費能力是下滑的 欸不對啊 照一講我印了100兆 對 我有一百兆的錢 我已經流通到在市面上 一百兆的錢我可以砸去 過去我們剛剛講的 2008年 不是在這個溫家寶執政的時候嗎 我這個錢灑下去 欸 整個中國的機器全部大漲 對 就沒有想到 我在2020年到2024年 我已經把100兆的人民幣喔 100兆等於500兆台幣喔 是 一丟在市場上 就不但一點生意都沒有 水面還下滑了 對 事實上很多人都說 中國可能已經步入之前日本的這個後塵 為什麼這樣說呢 所以我們跟他講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 M2就是他們的貨幣的這個余額 這是廣義的貨幣 但是這告訴我們什麼 保險你看 從2020年到2024年 這四年的時間裡面 中國印了100兆人民幣 100兆人民幣呢 大概約莫折合新來幣 是445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因為經濟不好 我希望說大家沒錢的時候 我就多印鈔票 印鈔票在市場上面去 簡單來講就有點像是 美國是用QE 你可以把他講 這是中國版的QE政策 QE政策照理說下去之後 中國經濟要怎樣 強勁起來嘛 結果沒想到沒有強勁起來 沒有 對沒有強勁 反而是 這不是他的強心針嗎 這不是他的北後燈嗎 對 怎麼我連強心針北後燈都打下去以後 對 沒丁沒刀 對 照理說這麼嚴 這麼大撒幣下去之後 照理說中國經濟應該起來 但是為什麼沒有起來呢 好像丟到五里洞一樣的狀況 因為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他們現在錢出來之後 抱歉去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民眾 我沒錢消費 我現在這個房地產 我要去供房地產 所以叫供房地產 好另外一個 廠商覺得說 我投資好像沒有用 我不想投資 那一般民眾說 那我就把錢放在這個房地 放在這個銀行裡面去好了 那政府拿出來補貼 但是補貼越補貼越賠越多 所以變成說 這個都完全是沒有用 他完全沒有陳述效益 對 經濟沒有任何的效用 所以為什麼看到中國股市也在跌 或是說整個市場 整個民間消費都非常弱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你錢砸下去了沒有用 那這其實日本之前 要步入所謂的 失落30年之前 也是出現這樣的局面 再怎麼砸錢都沒有 難怪連胡錫就這樣 如果時光能倒流 他不會投資A股了 為什麼 因為他最近有出來講 他不是胡叼盤嗎 這回叼那個盤 都叼錯了 對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中國這次印鈔票 是印的多猛 寶傑你知道嗎 事實上我們就講 這四年的時間裡面 他印了100兆 100兆 100兆是什麼意思呢 100兆其實是 幾乎是歐洲 他目前為止中國的M2總量 是歐洲跟日本的綜合 歐洲跟美國的綜合 他印的鈔票 我們都說美國 所以他印的比美國還多 我們都說他印鈔票 事實上他印鈔票 不會比美國要少 他是歐洲跟美國的綜合 那錢呢 錢就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錢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就這個印出來的錢 要嘛就在銀行體系 要嘛就是在投資裡面 但是問題是 都沒辦法回收的一個狀況 所以才會出現你看 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胡叼盤胡錫進就說 他最近接受直播反映 因為人家就說 你之前不是有出來投資股票嗎 他原本以為是自己 這個低點進場 不料人被割韭菜 然後他說時光如果能夠倒壘的話 我絕對不會投資A股 然後大家就說 那你秀秀你的這個對賬單 他就秀 他就秀 他說我現在沒有跑 我沒有跑 而且我還是滿倉 然後秀出來就說 這個胡錫進的持股 大概市值是51.5萬人民幣 目前約莫虧了7.8萬 大概虧到一成五左右的這個數字 所以胡叼盤他說 沒想到我連股市都會被割韭菜 原本以為是低點 還是照樣被割韭菜 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制度有那麼差嗎 好寶傑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如果照理說你看 因為你印出來之後 要到哪裡去 一般的這個公司就說 那我拿到政府的錢 我就會投資 那投資下去 如果有賺錢就沒事 那為什麼那個錢會不見了 因為你虧掉了 就不見了 虧掉了 虧掉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就跟他講 A股他剛好公佈這個財報 看看他第一季的營收大部分都是下滑 這個還有好幾千家虧損 你看第一季 A股營收 業績下滑高達2514家 佔的約莫是46% 另外大部分都虧損 虧損大概佔了1294家 佔比是24 四分之一虧損 四分之一虧損 什麼意思 我乾脆不要做生意好了 我投資進來還虧 業績下滑高達16% 我虧損高達24% 對 那什麼意思 我要投資 投資但是我還是持續在虧損 我持續在打水漂 這個當然就是為什麼錢會不見 就是我印出來的錢 然後讓你去投資 但是投資之後 我要虧掉 就這樣一直這樣循環 一直這樣循環的這個狀況 所以跟台灣剛好相反 台灣今天也公佈 台灣主要的上市上位公司 今年其實是大賺錢的 我們講一下公司就好了 我們講中興 中興他剛好最近不是公佈財報嗎 公佈財報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第一季你看 年營收成長了17%左右 但是 但是 19.7% 19.7% 但是我們獲利暴跌70% 所以你看看出來沒有 我營收增加 但是獲利減少 這就是在做一個 慢慢慢慢的要做白宮 流血輸出 中國只有中興一家賺錢 其他大家都虧錢 所以就是變成 你看為什麼 保潔剛才不是問我說 錢砸到哪裡去 我投資金源廠 投資那麼多 結果都是虧錢 那虧錢怎麼辦 我還要再繼續拿錢來補 所以就是為什麼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循環 一直這樣循環 去補破 對 台灣剛好相反 你看譬如說他的毛利率是17% 扣一扣 拉拉扎扎的話 其實他目前為止來說 大概是賺一點點 但他預估說 接下來本來是13.7% 他未來還要跌到9到11% 未來可能再繼續跌 就變成虧損了 虧損就是錢會不見 錢會不見 你印鈔票一直印鈔票一直印 保潔我跟你講 只有這個中心這樣子 沒有 中國電動車都是這樣 就是我蓋廠 都是賠錢 你看雷軍說什麼 我這個車一台都賠1萬人民幣 我賣越多賠越多 但他就是這樣賠 這樣賠錢從哪裡來 就是從印鈔票裡面這樣滾 拿錢出來 拿錢出來之後 結果沒想到你蓋了投資之後 再把它賠掉 蓋投資已經要花錢了 賠之後還是要再花錢 一直這樣花一直花 就沒有回本 所以這4年100兆人民幣 就這樣沒了 你沒有回本怎麼辦 再印 就變成這樣一個循環 那台灣是剛好不一樣 你看我們台積電 我們毛利率54% 他投資2000億進去 30億 沒關係 我可以賺個5000億 可以賺個五成出來 我這樣就可以run 我自己就可以run下去 但問題是中國 沒辦法run下去 沒辦法run的話 他當然就出現一個 非常糟糕的局面會出現 而且更可怕的是 外資真的跑光光了 對 沒錯 好 我們就講嘛 事實際上中國在印鈔票的時候 如果外資在 我可以給你計數 給你計數來說 或許你營運不會那麼差 但問題是怎樣 現在外資很多都跑掉 跑掉高毛利的跑掉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有這個 沒有辦法有這個錢 可以撐得住 尤其是很多矽谷的公司 或是很多這個外資 就直接跑掉 你看今年的外資的直接的 去年外資直接的投資 是淨流出為25年來的首件 也就是說中國的錢 外資再過去投資 他可能把賺的錢 或是存在那邊錢 把往外移動 所以為什麼人民幣錢一生會貶值 你看他印了很多鈔票 印了很多鈔票 照理說經濟會起來 那為什麼人民幣貶值呢 因為很多人錢拿了之後 就把他往外跑 錢拿了就往外跑 所以造成人民幣貶值的一個狀況 那貶值的狀況之後 你知道 因為人民幣一直貶 一直貶的時候 結果中國出現什麼狀況 第一個 他現在把美國的這個國債 賣美債 把他賣掉 賣掉之後 他現在換黃金 也就是說他現在似乎已經意識到說 我這樣一直這樣做 有一天美國搞不好會制裁我 那怎麼辦 我就把這個美債 換成這個黃金 尤其是寶姐 你知道今天的時候 這個所謂普丁 不是去訪問中國嗎 去訪問中國說 結果你知道 他們還簽了一個協定 就說我們未來的 我們中國跟俄羅斯的貿易 就要用這個本國貨幣為主 然後同時間 我們要加強中國跟俄羅斯 在銀行業跟保險業的往來 寶姐 那他還故意這樣講 為什麼我說是故意呢 第一個之前布林肯去訪問中國的時候 就跟他說 我們看到很多中國的銀行人 你好像有幫俄羅斯 在做一些美元交易的部分 結果他們現在兩個又綁在一起 所以接下來 似乎是 為什麼他們會買黃金呢 似乎他意識到 接下來美國可能會對中國的銀行體系 會致出一個制裁的動作 因為之前布林肯已經到了中國 去請到中國說 現在俄羅斯在烏二戰場上面 很多的機台 很多的化學人 化學藥品 甚至很多的化學纖維 都是從中國去資助的 那現在如果你再繼續資助的話 美國會給你嚴懲 美國這個嚴懲 會把你貼出shift 也就是不可以用美金交易 這個話才剛講完 他真的就賣美債了 然後真的買黃金了 他已經在做準備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把美債 因為假設我被你停止這個美金交易 說美債搞不好會打水漂 那我現在換成黃金 就比較安全 所以事實上現在 所以中美的鬥爭變成金融戰爭了 現在在中美之間有非常多面向的鬥爭 中國一直不斷的印鈔票 他想要鞏固自己的實力 那現在把這個 很多美債也換成是黃金 所以現在大國博弈之間 還是持續在進行之中 對按照他們自己的工業生產這個數字 對 全部也都往下滑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對中國壓力比較大 你看它的零售總額是在往下降 就是中國整體的消費力道是沒有起來 消費力道沒有起來的時候 就等於民間消費力持續不振 持續不振之後 所以我們看到幾個景象 第一個 中國有一個IKEA IKEA的話 台灣也有IKEA 他們就賣起什麼 這個所謂的賣起 他們現在變成是他們的窮鬼食堂 窮鬼食堂 因為他們在IKEA在禮拜五的時候 會推出所謂一塊的這個冰淇淋 還有米飯 然後蛋糕套餐只要9.9塊 所以這都非常便宜 也就是說他週五是半價 然後時科的這個肉丸的話 直接降到9.9塊 所以他們變成是說什麼 禮拜五的時候 你看大家都會到IKEA去吃 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是高端消費 但是現在慢慢的就說沒辦法 我們就只好去 便宜是王道 就去吃這個所謂IKEA的餐廳 另外還有什麼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很多在海外的留學生 在海外留學生的時候 他們都是常常在海外 都花錢 就是大手大腳的 可是問題是你看 最近一段時間是什麼 保證人家 他們現在越來越多在小紅區 小紅區是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 這個社交媒體 他們有hashtag 就是類似這個一個標題 就是留學斷工 什麼叫留學斷工 我去過國外留學 結果沒想想現在留學的時候 以前都大手大腳了 就現在老爸老媽已經沒辦法 支持我了 我現在在海外我要打工 所以變成是這樣的狀況 結果沒想想有很多人在瀏覽 而且很多人說我也是這樣 所以顯見過去中國 可能給世界的感覺是 我錢很多 或是我在消費力道很強 現在在整個中國經濟下滑之際 好像出現了一個縮手的狀態 好董事長 普丁現在到了中國去訪問 兩個人也出了這個所謂的聯合公報 在聯合公報 就如果對比布林肯 布林肯之前去中國的時候 他其實沒在跟你客氣的 他就不斷的指責說 而且把清單拿出來 現在在俄戶戰場上面 有哪些工具機 有哪些的材料 有哪些的物資 是由中國提供的 因為中國源源不斷提供 這些軍事建設的物資 讓俄羅斯他的軍事生產 不跌反身 才可以繼續的打這場仗 結果當時講 如果你再繼續幹的話 我要給你懲罰 懲罰就可能會把你 就是shift 讓你不能用美金 美元來解算 結果他馬上做了一個動作 他最近開始賣美債 開始把美債給賣掉 開始我就持有黃金 而且他今天跟普丁 也就是習近平跟普丁 兩個人擺面子 兩個人要結盟 去對抗美國了 對 普丁這一次的訪問中國來講的話 連習近平給了他非常大的面子 因為普丁現在能夠去的國家不多 對 那他戰爭犯 就是上次金鑽四國 像去藍兵 他都不敢去 所以我把整個他去的那個鏡頭 全部看了一遍 那夫紅坦 然後那個儀仗隊 對 非常棒的 21翔禮炮 整個哇那個不得了 因為這是普丁當選 當選之後的第一個出國的國家 到中國大陸 然後第二個 這裡面有個他們 他們簽了一個非常冗長的一個 雙方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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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聯合聲明 然後簽了很多協議 然後簽了很多協議裡面 當然普丁是要求一些比較實在的東西 那我要講的比較關鍵在哪裡呢 他們有幾個關鍵問題 普丁這一次去的 等於肯定了中國大陸的兩岸政策 就是台灣是屬於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 然後又肯定了這個南海的政策 那這兩個都肯定下去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就是要跟美國的利益衝突 對 然後第三點來講的話 他直接挑戰美國的價值觀 跟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然後更離譜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對俄乌戰場的看法 他們的態度一切的表現出來就是說 做了一個很大的反差 因為你對普丁那麼樣的這種 那種熱情的接待 然後用布林肯這種非常冰冷的冷落 你都不理你 這兩個反差就做得非常清楚的強烈出來 讓他覺得是說是親俄 原美的態度 然後在這個情況 這個訊號一出來之後呢 然後所有包括歐洲國家都開始非常緊張 因為你 你說習近平真的已經清楚選邊站了 當然是 因為你歐洲國家所面臨到的衝擊 遠大於美國嘛 因為俄乌戰場在哪裡發生 在歐洲在 在歐洲打嘛 美國距離戰爭還有一段距離 可是這個訊號可以告訴大家 他會繼續支持這個俄羅斯 這個不會停的嘛 那不會停 那細節很多我們都不談了啦 不談的問題在哪裡 我第一個 所以外國媒體有統一的一個論調 今天他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美國會怎麼反應 他很清楚地告訴你說 他要求什麼你知道吧 他要恢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秩序 還包括所謂的價值觀等等一切 二次大戰以後的國際秩序 這不是美國人主導的秩序嘛 對 蘇聯 他就是當年 所以有這個 華沙公約組織 不是 有五大 五強嘛 世界五強 那中國 那是中華民國嘛 所以他們有很多 他的主張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他反對著 這個美國在主導世界秩序 他認為這個世界秩序 要不應該由美國主導 那華人自然就直接跟美國嗆瞎嘛 那美國你認為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這個布林肯跟你講 那麼清楚了以後 對 雖然他昨天前天 這個拜登做了一個百分之一百的 這個關稅的一個懲罰 對 可是你今天這個事情的處理 就是擺明的就是跟美國翻臉了嘛 那美國翻臉 他現在到十一月份選舉之前 還有一段時間耶 對 那你就拜登怎麼辦 繼續講嘛 所以後面會有大事發生 那這個反應 這個東西他還有提到一個更惡劣的 他說中俄要開始做很多的軍事合作演習 那軍事合作演習的對手是誰 誰 美國 當然是美國嘛 所以他跟美國要做軍事衝突準備嘛 要軍事鬥爭的準備 這是衝了美國來 那你說美國怎麼辦 美國先下手為強 所以我認為美國最近會有很多大動作 中美大對抗裡面 已經把它形成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 而今天拜登又下了一個更重的手 針對電動車 針對太陽能板 等於說是你中國所有有可能有競爭力的 拜登都計上最高關稅了 是 因為拜登現在面臨的狀況是 他不得不然 為什麼叫不得不然 現在竟然連民主黨 就是紐約州的議長舒默 都告訴他說 對中國這個部分不能手軟 你這樣一手軟下去 我們所有這些所謂鋼鐵工會 旅業工會這些工會的票 都拿不到 所以就變成是說 對中國關稅這個部分 對中國制裁這個部分 絕對不能手軟 所以後來那個拜登現在心想說 我現在如果不趕快制裁你 我如果把你這個關稅 100%的拉上來的話 第一個 我面臨到川普 好像顯見 我對中國的態度比較弱 第二個 我本來美國已經弄了180億元 要去補貼了我這個 自己美國的相關產業 結果這些相關產業 讓你這個中國低價電動車 進來打得咪咪咪咪之後 那我這些美國政府補貼的錢 不是付諸流水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拜登現在硬起來了 直接就嗆什麼呢 我不要針對大概這個 180項的產品相關產業 只要你中國進來到我美國 我100%的關稅就給他磕下去 所以現在中國面臨一個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呢 川普跟拜登即將在今年11月 進行相關的選舉 而這個選舉 兩個人在比較 比較什麼 對中國誰比較狠 蔡英文準備要交出他的這個 權力的棒子了 那蔡英文現在的滿意度 居然還高達6成以上 代表這是非常少見的 而馬英九當時下台的時候 滿意度只有20% 甚至有人講說他只有9%的這個滿意度 為什麼他差別這麼大 現在就有人做了整理哦 在蔡英文上次 接手的時候 2016年 整個台灣 在馬英九時代 出口連續衰退了15個月 當時的外資投資只有47億美金 是全世界第五第一刀 當時會講 為什麼全世界都不來台灣投資了 我們的舉債 一再講說現在民進黨政府舉債 可是在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舉債已經接近上限了 當時兩年的經濟成長率 都低於2% 都低於2% 他的6335完全的跳票 甚至當時的經濟學家講 台灣的經濟陷入了失交性的成長 階梯制的下滑 現在 可是台灣今天股市 佔穩了2萬點了 而且我們看到 我們的經濟成長 現在低劑6%多 對 為什麼差這麼多 寶傑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中國跟美國打了這個貿易戰之後 讓整個格局完全不一樣 馬英九交給蔡英文的時候 我們的股市只有8000點 對 現在是21000點 寶傑現在是這個 我記得非常清楚 這個馬英九交給蔡英文的時候 那時候是8000多點 結果現在已經來到 兩萬 今天最高點是21300點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蔡英文時代的時候 是整個股市完全狂奔的一個狀況 台灣 我們台灣整個股市 是可以擠到全世界 我們台灣這麼小 已經擠到全世界 14名 我們的股市四指鼻 德國都還要更大 真的假的 你德國大 所以你知道台灣人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錢 我們台灣人是真的有錢 只是說這個有錢 可能有人覺得是皮膚差距很大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的國力是真的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說這8年真的出現了一個 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對 那為什麼這麼翻天覆地的變化 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減少了跟中國的依賴 然後增加了對美國的依賴 事實上你看 這是Bloomberg的一個報導 他說我們根據我們最新的一個數字裡面來說的話 我們台灣的3月 我們對美國的出口金額年增率65% 出口金額91億 對中國的出口增長6% 出口金額是79億 也就出現了正式的黃金交叉 就是出口到美國 比出口到中國還要更多的一個狀況 我現在出口到美國91億 出口到中國只有79億 對 那出口到美國出口什麼呢 出口當然是AI伺服器 晶片一大堆 所以為什麼台股今天會創下這個新高 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地方 因為出口到美國了 你看 現在整個引領在這個所謂股市衝鋒 都是跟美國相關綁在一起 台積電啊 廣達那些完全都是跟美國綁在一起 對 所以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知道 這個我們之前陸和外公布一個數據 在馬英九的時代的時候 我們當時對台商整個對海外投資來說 中國是佔最多 佔了大概88% 反正我知道八成幾乎都是往中國投資 現在已經掉到30多% 差這麼多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往全世界佈局 往這個東南亞去 往這個美國去 一大堆 所以就是我們簡單來說 我們解開了跟中國的經濟的 過去綁在一起的狀況 稍微離開一點點 我們經濟就變得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離中國越遠 對 台灣的經濟越好 對沒錯那好 那為什麼拜登在這個時候要殺出重手呢 很簡單 因為拜登已經感覺到了 中國對他們的壓力 中國的電動車 中國的電池這些 全部都要跟美國競爭 我們過去台灣十幾年 被中國打得非常慘的狀況 現在美國知道 雖然現在不能夠重蹈之前 被中國打得這麼慘的狀況 他絕對要先下重手 所以中美這個競爭只會越來越激烈嗎 當然只會越來越激烈 絕對不會回去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我們就講 台灣跟美國未來的連接會越來越深 昨天有一個消息 這個全世界的第二有錢的 叫貝佐斯 他來台灣投資一家公司 叫四星K1 他是直接投資喔 我跟他講 接下來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黃仁勳也會來台灣 投資台灣的公司 還有美超維也會來台灣 直接台灣投資 都是直接投資台灣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們的供應鏈就在台灣 他們必須要跟台灣綁在一起 因為他要抓住台灣的供應鏈 對 因為四星K1 他本來就是亞馬遜的這個訂單 但是他可以不需要入股 但是他直接來入股 我們就講 錢在哪裡 他的信就在哪裡 現在是美國的首富之一 他就直接把錢 拿到台灣來投資 接下來還有非常多人 都會來台灣投資 所以告訴你 美國說要保護台灣 絕對不是隨便說說 因為他們有錢人 都來台灣投資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 2016年的時候 我們也當時都在討論台灣的經濟 當時我們覺得 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是 你哪有說 全世界對台灣的投資這麼低 只有47億美金 全世界第五低 我們只贏了一些非洲的國家 而且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根本低於2% 更不用講 我們的股市指數 一直都在1萬點以下 經濟成長率都非常低 都是1% 2% 你剛才講的 現在已經完全解鎖了 更可怕的是 這個外資的錢 如果今天世新KY就是一個指標 錢會一直進來嗎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每一年在台灣投資的 都是非常多 比以前來說多非常多 都是幾十億美金 我們講的很簡單 艾斯摩爾 他把全世界最大的 他的所謂代工的工廠 還有他的相關的 這個訓練基地 就設在台灣 美光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公司 他設在台灣 很多公司都已經 你看Google 微軟 亞馬遜等等 很多資料中心也都設在台灣 所以然後加上說 台積電自己本身 投資那麼多 所以經過這8年 我可以把它認為 是一個整股時間 台灣已經擺脫了這個 中國的壓力 往全世界去的時候 這其實就是台灣 最好競爭力的時刻 雨雪 當我們在看到這一張圖的時候 現在有美國的將領 居然這樣子 現在沒有想到 關乎台灣安全 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居然在沖繩 而且沖繩是幹嘛 沖繩是由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放在沖繩 不是為了保護沖繩 第一個是 台灣有事的時候 他們可以最快過來 還有 沖繩上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都是台灣最需要的 幫你講一個重點 包括沖繩也好 包括駐日美軍也好 他們過去他們在那邊的目的是什麼 培訓 但他們說現在是為什麼 應急 意思就是說當這個第一島鏈 它作為一個反制作為 它的目的是什麼 關門 因為大家現在都知道 中國所採取的戰略策略很簡單 就在A2AD 就說你只要進犯來犯者 我有綿密的飛彈 我都可以把你打落 但這時候有一個問題 它沒有辦法解決 突破了 什麼問題 沖繩是不是本來 就在他A2AD的區域範圍之內 就在裡面 就是台灣也是嘛 所以美國搞懂了嘛 包括你看 像川普這個前國安顧問 他以前是陸軍的 開一種坦克 所以他是在第一線作戰有經驗的 他在講的是什麼 講說我們必須要 第一 美日安保協定 我們絕對會落實 而且才第二 他說釣魚台 也在我們的保護範圍之內 第三 他講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他說如果台灣包括兩岸之間 真的發生了什麼 兵凶站圍 美國會不願意派員保護 他說願意會 他接下來這邊講說什麼 他說會 美國包括川普 不管是任何人 他講到重點 不管是任何人 拜登當選也好 川普當選也好 請問一下保麗哥 他認為會不會替台灣處理 他說都會 因為現在的利益結構 已經不是說什麼 哎呀這個美國如何如何 中國如何如何 而是美國對於中國的前置 以及包括日本也好 包括菲律米也好 我們講到這些重點基地 當然要加強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在聊充審 為什麼這個地方至關重要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光沖省的海軍陸戰隊 保麗哥 駐沖省的美軍 你知道多少人嗎 多少人 一萬八千人 他等於是整個包括 一整個大批的部隊 都在那邊集結 而且光一些相關的港口也好 就有二十幾個 其中最重要的 各位你知道什麼嗎 加手納基地 為什麼講加手納基地 至關重要 因為包括你說F-15 F-22 甚至我們講的這些 侦察機加油機 全部通通都重兵 駐紮在這邊 那駐紮在這邊 你說它有什麼作用 當然有作用啊 重塵嚇阻 今天你仔細看 沖繩離台灣的距離 其實也非常靠近 包括西南諸島也非常靠近 他靠近的距離 甚至到什麼程度 比距離日本本島還來更靠近 所以當他跟你講 以前我們來這邊是培訓 現在我們來這邊要緊急作戰的時候 緊急作戰很顯而易見的 這些駐日美軍 沖繩的美軍 他只有一個標的嘛 這個標的會是誰 中國的艦艇 中國的空軍 所以他可以確保自己 在最有效的第一時間之內 馬上應急迅速啟動嘛 而且他裡面還不只是 只有我們講的 加手納這個最重要的基地 包括沖繩七個基地 他們講一個重點 這叫快速反應力量 你各位就講 真的嗎 真的假的啊 有多快 真的很快 為什麼 因為最近喔 這是連台灣國防部 都沒有公布的資訊 我個中華民國最距離 兩岸最距中共解放軍 最靠近我們都沒有發現 對不對 結果被誰發現了 你知道嗎 被日本的駐日美軍發現了 你知道日本呢 他們聯手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監控 他就在講 5月5號的時候呢 大概離台灣 30海里左右的位置喔 然後就是剛好在我們 在這個蘇澳 就我的家鄉 宜蘭那邊 跟宇納國島 中間 這是切中間 各30海里的地方 有一艘中國的軍艦 竟然悄悄的過去了 但保倫哥你知道 他們掌握到什麼程度嗎 第一 航機 你說這什麼代表 第二 來 你看這個相比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 下面那張 比較灰的照片 他是清清楚楚的 包括549編號 611編號 這兩艘艦艇都拍得清晰可見 而且這是第一次拍到喔 在靠近台灣的位置 結果他第二次 又被他逮到了 在什麼時候 在5月9號的時候 又是549 又是611 結果那時候靠什麼區域 比較靠近這個 宇納國島的地方 結果保留哥 你有沒有指揮到 下面的照片 跟上面的照片 差別在哪裡 清晰多了 一張霧霧的手晃到 另外一張高清 整個人像 還有景深在那邊 為什麼會這樣 代表日本跟美國聯手 對於整個中國軍艦 掌握程度越來越高嘛 結果我剛好配一個消息 就懂了 為什麼 美國最近把這個NQ-41 也就是我們講的 海神無人機 調到哪裡去 調到家手那裡 所以外界的家 揣測那件事情 會不會就是 美國知道 中國有越來越多 這樣的動作 所以把更靠精密的 這種偵察機 無人機 調到了這個家手那基地 所以才可以拍到 更清楚的畫面 而你說日本這個東西 頂多是這個協防吧 偵察吧 又什麼大不了 當然有 因為最近美國是不是在忙一件事情 肩並肩 那美飛肩並肩 現在這個聯合軍演的當中 包括掩念了非常多的想定 包括把中國的軍艦打掉 把中國的漁船打掉 斷掉它的補給等等 如果你看到這一張圖 就是整個堤峰作戰系統的概念圖 如果我把這個堤峰系統 剛剛講的我放到菲律賓 東南拜祕在我的範圍裡面 可是我如果把這個堤峰系統 放在了沖繩 放到沖繩之後 我的瀋陽 我的北京 都在我射程範圍內了 保健哥你講的一個重點 它這個重點 反而不是說到底哪一個大都市 可能會被淪為打擊範圍面 而是一個問題 今天美國要把堤峰移動到任何一個位置 它所涉及的範圍 是不是可以把中國大陸 第一線城市 第二線城市 甚至沿岸的都市 全部都在它南瓜範圍之內 當然可以啊 第一島鏈 由北到南有多少租島 如果連菲律賓它是屬於南端 包括你講的海南島那邊 以北 全部都可以在融化範圍之內 包括我們講的沖繩 甚至連西南諸島 可能都可以在融化範圍之內 那請問一下 這代表什麼意義 你以為的是A2AD 結果殊不知 你的痊癒 包括他們講的提風系統 戰斧飛彈 可以打到最多至多到2000公里 你的中國境內 根本沒有一處是安全的 而用這樣陸地是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美國的這個前國防顧問 他講到一個重點 最主要的是要讓 中國連打都不敢打 付出的代價太大 才可以嚇阻戰爭